哈囉 我是薛林六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關於雨 下雨 那為什麼要分享這個主題呢? 就是因為現在天氣下影片的顏色偏暗一點 就比較沒有陽光的感覺 因為雨天的關係讓我想到這個主題 那關於雨天出門呢 本身是會做一些事前準備 那不知道大家在雨天的時候會怎麼打扮出門呢? 我今天分享的內容是比較針對於我個人 但是我還是希望今天的主題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在雨天出門會遇到一些困擾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通常我是怎麼做的 那今天介紹的穿搭打扮呢 就是從頭到腳都會提到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喔 首先第一個 下雨天我絕對絕對絕對會綁頭髮 就是像今天看到的這樣子 就是不管是高麻尾還是低麻尾 我絕對都會做 因為像雨天通常會遇到幾種狀況 有可能是大風 有可能是沒有風 那如果是在大風的情況下呢 發現那個風會把你吹得亂七八糟 然後就導致整個頭髮會變得非常亂 頭髮摸起來又會變得很粗糙 所以下雨天我第一件我會做的事 就會把頭髮綁起來 綁好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在撐雨傘的時候 如果在下雨的狀態下 風突然變大 你也不用怕頭髮會突然遮住你的視線 然後那一天剛好不是台風前戲 頭髮是放下的狀態下 風真的超級大 然後我在旗流底下 整個頭髮飛到很誇張的境界 就是你沒有辦法用手這樣子卡住它 它就一直這樣整個炸開來 風非常大 然後連雨傘都開滑 所以就是因為那時候開始 就當下雨天或颱風天的時候 我就會把頭髮綁起來 這一點是真的很有用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一定會帶後背包 它是尼龍材質的 我不會帶任何皮革的包包出去 然後外加為什麼會說是後背包呢 就比如說風真的太大的時候 我就會把包包啊 就是往前放 這種情況下去這樣撐傘 你拿傘在撐自己的時候 風很大或雨很大的時候 你也不用顧慮到你的包包會臨時 或者是飛出去撞到別人等等的問題 後背包的第二個優點就是 如果我出門之後沒有下雨 裡面我就可以放雨傘 然後再來就是 我裡面會放鞋子 嗯對我會放鞋子 因為我下雨天通常外出啊 如果我是騎機車的狀態的話 我都會讓自己穿拖鞋 所以我不會讓自己穿 球鞋啊布鞋或皮鞋等等 反正你穿出去不用幾秒鐘 它還是濕嘛 那不如就是穿比較不好的鞋子 我就選擇拖鞋來穿 然後等我到達目的地以後呢 我再從背包裡面拿出我的鞋子 跟我拖鞋交換 我很不喜歡雨天的時候 鞋子是濕濕的感覺 因為我曾經就是 穿球鞋出去跟朋友聚餐 然後那天出去的時候 是我在搭捷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下大雨 就雖然你有撐雨傘 但是你在走的路上 你整個下半身就是淋濕的狀態 更不用說是鞋子了 台灣的路很不平 有時候你可能走一走 你明確的你就會走到平面上 突然會掉進類似像坑洞的地方 然後鞋子的部分就會濕掉 真的很尷尬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反正我就是很討厭鞋子濕這一點 第三點呢 就是我會盡量挑選比較貼身的單品 就是我不會穿太輕飄飄的衣服 或褲子或是外套 為什麼呢 就是回到第一點 因為如果風太大的話 就跟頭髮的道理一樣 當你頭髮到處亂飛的時候 你身上是穿那種非常輕的衣服 他你會飛出去 有女生穿洋裝 而且還是那種雪紡的 然後在雨天的時候 就一直飛起來 我在旁邊看到 我都會很替他擔心這樣子 我也不要製造別人困擾 我不要製造自己困擾 我在雨天的話 就絕對會穿 我會比較貼身的上衣跟褲子為主 我要再補充鞋子的部分 我在雨天的時候 穿拖鞋 不太會穿雨鞋 尤其像雨鞋 材質不是很透氣 你的腳裡面也會積水 下雨天的時候 就會變成外面原因在下雨 然後自己的腳 好像也變成游泳池的感覺 所以我在下雨天 就不喜歡穿雨鞋 或雨靴 就是我比較寧願穿拖鞋 不過我覺得雨鞋這種材質 是比較因人而異 我自己不適合不代表什麼不適合 因為我有看過有人穿起來 他們是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那就是體質的關係 其實很多雨鞋都做得很漂亮 最後跟大家分享我雨天的小故事 我曾經就是夏天出去 不管是在學校 還是在戶外跟朋友玩 都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從樓梯上摔下來 所以真的要告訴大家 在雨天的時候 走樓梯真的要慢慢走 不要像我 有時候都是走很快 就滑了一層這樣 整個滑下來 不過好險 那時候都沒事 就是沒有擦傷或是受傷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雨天出去的時候 要路上小心喔 那我今天分享的影片內容呢 大家可以當個參考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便宜 5個影片 請記得按摩 要按摩 在這裡 還有錢 或者是 我記得按摩 按摩 按摩 字幕提供